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我是周乐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资深贷款的顾问 John Ma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你John 周乐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John最近有很多人对有一个加州 推出来的这个有特别福利的一个 买屋贷款的计划 已经很多人表示有兴趣 并且我有朋友他是年轻人 他们正复合这种贷款的需要 两个人都找到工作 薪水就在这个规定之下一点点 然后他们当配不够多买房子 加州州政府的福利来了 介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 好的好的 其实这个program是加州政府的一个贷款的 一个program 现在就开始了 是已经开始了 他主要是给这些低 首先是低收入 然后就是你也没有多少存款的这种 当配门 对 你收入低 然后又没有多少存款 他就是帮助 特别是帮助这些人 然后去帮助他们实现美国梦 然后去买到自己的房子 实现你的美国梦 加州州政府帮助你实现你的美国梦 作为一个homeowner 是是他是提供你10%的这个首付 然后你可以去买房子 然后你这个时候 这个10%是一个second loan 然后你可以申请 就是也是政府的loan program 然后是first loan first loan大概现在利率的话是5个percent 其实利率还是蛮好的 OK啦 他主要是就是说这个program不是给有一些人可能说我能不能take advantage of 10% 他不是给这种人 他就是说你真的没有多少首付 然后收入也不高 所以这是帮助他们实现美国梦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program 是 如果在这个房子里面居住满5年以后 这个政府给你的10%是不要求你退回去的 是 而且在这个当中 在这个5年当中 你也不需要付任何的payment 所以对于你的压力的那些债务的话 也没有影响 那既然说是给的福利 又说是给比较低收入的人 那他的income的限制是多少 基本上现在比如说你是Santa Clara County的话 现在是133k 133,800 然后如果是在其他的count 比如San Francisco San Mateo Alameda Contra Costa这些都是大概120,000 对120k 就10,800k 这个是household的income 对household 当然如果比如说你两个人可能有两个人多了的话 通常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人去 用一个人的 对是 OK 他的身份一定要有绿卡 如果有H1B可不可以 H1B不可以 首先它是你或者是公民或者是绿卡 还有一些很special的EAD卡 比如说你是庇护或者你是难民 人家就类似于这种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你可以把你的EAD卡发给我们 然后每一个EAD卡 它都有它的category 我们都可以根据你的category去看看你符合不符合这个条件 OK 如果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它这个10%送给您的 你在未来的5年报税 它就是整个的平均分费变成一年有2万块钱的income 你要缴税对吧 它实际上是政府的话 每一年的话都会给你发1 5分之1的1098 不过这个是detail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 那个是第二步 是 所以作为观众朋友的您 如果您觉得这个对我有帮助 就请制定降码 来看看您适不适合 那买房子的地区有没有规定呢 没有规定 当然也要在加州了 当然是要在加州 好 所以这个program是ongoing 会不会有一定的预算 用完了就没了 是 现在都还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 就是以前的话 你没有计划 因为你也没有首付 然后你收入又不高 你没有计划 但是你听到这个program 你可以抓紧时间去申请一下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 这个program其实你甚至你都可以 就是你没有钱 你都可以去买房 为什么 因为政府它提供你这个10% 是based on你买房的这个价格 OK 它提供你这10% 这10%你可以有一部分用作去做closing cost 然后有一部分去做首付 其实conforming的话 现在都可以做到5%首付 所以你还有另外的5%去做closing cost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你没有钱也可以申请这个贷款去买房子 好 最近的利率跌得很低 其实跌一点点就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帮助 所谓经济条件不好 但是对于贷款是好的就行了 有一些人的这个收入或者是当配了总是有一点那个这个的不是AAA的paper 现在GMCC又推出了一种利息非常低的贷款的program 又是兴奋的时候客来的请教嘛告诉我们 对其实最近利率都是有所降低 对这种conforming loan high balance都影响比较大 以前可能我们的也采访过 我们都是说我们用张沃隆的program去做conforming loan或者high balance利率会好 但是其实现在这些你就是做conforming loan high balance loan这些利率 它都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 现在都不需要用张沃隆的program 基本上如果你25%首付20%首付 你30年固定都可以做到4.5左右这样 哦呦很好啊 就是比以前大概跌了0.5这样 How does it work 是三年的吗 这个是confirming都是30年固定 我今天要想要提的就是一个如果他是一个张沃隆 如果你觉得现在张沃隆其实受那个影响并不是很大 然后也没有跌多少 通常大概5年7年都是在4.5%左右 但是我们有一个如果你不嫌这个固定时期短 然后你就是想追求低利率的话 我们有现在4.125它是三年的arm 三年arm 4.125对这个可以看 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是最低的最低的 记住了帐马说的好 那要用多少的利息来qualify这个三年的 对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这个就是要求你的收入要特别好 它的qualification rate就是要加4 就是比如说我们4.125呢 我们要加4用8.125去处理 所以你的收入要比较好 当然你收入要好要强 只是payment低 是是这个program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有钱的话 比如说有比较大的asset的我们都可以用asset depletion加income 看起来这个市场又动起来了 听众朋友千万要对号入座 要贷款要知道这两个今天介绍特别的program 适合什么样的消费者请致电降马 OK谢谢你 谢谢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一段访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